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宜蘭荒野 陳情之 雖然離開了PayPal新聞 有三四年的時間 但是我每天都還是上網瀏覽 那麼這一週我選出了三則 我認為拍得不錯 議題值得我們重視的一些新聞 今天我向各位推薦的第一則 公民新聞 是由我們懶人區這位公民記者 所推薦的向部落學習 瓷濟小學的布隆文化體驗 那麼由這個瓷濟小學的陳文信老師 他每年都帶很多的小朋友 然後到這個我們新武分校 這個布隆部落裡面 去學習他們的文化 以及他們的生活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 不同的種族的一個認識 然後尊重學習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報道的內容 那麼尤其我們現在平地的一些小朋友 能夠有機會到山裡面 去跟原住民的小朋友來學習 這是一個平等教育最基本的一個開始 也是一個人權教育的一個發展 那我覺得這樣的報導非常的好 那麼值得我們大家去推薦 那麼能夠多多包括像新住民 原住民都是我們可以去學習的一個內容 跟對象 第二則我要推薦的是 就是有苗栗社區大學公民新聞坊的工作人員 他們所拍的水稻 水稻 污水稻 那麼其實不管是在苗栗 或是在其他地方包括宜蘭 那麼都有蓋了很多的很漂亮的龍色 那麼這些龍色的污水都會直接的 排放到我們的灌溉用區 那麼也就會污染得我們所種植的水稻 跟蔬菜 那麼其實這問題是非常的嚴重 那麼很多人都忽略了這個問題 那我們今天很感謝 那麼這個苗栗社大這些公民記者 能夠把這個問題提出來 也能夠呼籲大家重視 那麼在這個興建 龍色的時候 它的污水的處理 怎麼樣能夠不污染到我們的 所種的蔬果 這是一個還值得我們去重視的問題 第三則我要推薦的是 老樹已死 兇手是誰 那麼對於這種老樹的保護 我想各縣市都有它的樹木保護條例 那麼在台中縣 台中市 那麼這個藍屯區 這一棵百年的老龍樹 就在一夜之間就被砍伐掉了 而且連根都挖起 那麼其實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 那麼今天我們看到這則公民新聞 能夠提出這樣的議題 那麼也呼籲我們大家能夠重視 這些古老的生命 這些大樹的保護 那麼尤其現在其實地球的軟化的問題 那麼老樹可以提供我們非常好的一個空氣信心 還有包括軟化的一個減緩的問題 那麼這些老樹都經過了數百年 才能夠成長到這樣大 可是我們人類卻為了自己的勢力 為了建設 把這些老樹紛紛砍掉 那麼這是我們值得我們去重視的問題 雖然離開公民新聞 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了 但是我還是很關心很多各地的公民記者 所剖上的一些新聞 他提供了我很多的不同的看法 跟很多的見解 那麼我也希望 我在最近能夠再付出 繼續努力 然後為我們提供更多更好的一個新聞 各社區的一個報導 謝謝 演奏 有較多肉 有機格 都書找了